7号历史上的今天 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大事件 现在就带您去一一回顾 1964年2月7号 英国传奇乐团皮头四抵达纽约 展开首次美国巡回演出 粉丝逆称他们为The Fat Four 1995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 主导约瑟夫在巴基斯坦被捕 并且被判处终身监禁 其后多年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 造成双子星大楼倒塌 1999年长期以来致力中东和平的 约旦前国王胡升 因癌症在首都安曼郡市享受13岁 1812年双城镜 古楚类 小信财生 等经典名著的知名作家迪根斯 在英国普茨茅斯出生 1962年美国乡村歌手兼作曲家 葛西布鲁特在奥克拉河马中出生 以上就是历史上的2月7号 环境新闻组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